D0501章 玉符 众人纷纷看去 只见昆星是一颗蓝色星球 远远看去如同黑暗中的一颗蓝宝石 只是那星球四周没有太阳 一片阴暗 没有光线将这个宝石照亮 不过那些巍峨神庙的庙顶 一颗颗巨大的宝石绽放出璀璨光芒 远远看去倒也有一种朦胧的美感 至于那些建筑 也与祖星上各族的建筑风格都不相同 有的建筑建成大虫子状 有的则是如同八爪蜘蛛 还有的则像是拱桥 也有叶子状的高塔 这里就是昆星 简直就是异域一般 众人连连打量 因为神族炼气使难难道 昆族的强者是怎么做到 将这颗星球与我祖星相连的 好多昆族 魔族的炼气使激动起来 遥望昆星 只见昆星上空的云不是真正的云 而是一些长着翅膀的昆族 成群结队的飞行 汇聚成云 天魔飞兴奋道 好想都收起来 放出去咬人一定很壮观 钟月突然轻易一声 连连打量这颗星球四周的星空 低声道 有些不太对劲 是个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秋剑连忙问道 钟月向星空看去 啊 我上次来到这里时 昆星的星空与现在不一样 那时我还看到 星空中有一颗太阳 昆星被照亮 而现在 那颗太阳不见了 星空中的星辰也不见了 奇怪 星空不见了 太阳也不见了 方剑阁文言 微微一正 十一道 有古怪 很有可能是 这是一颗孤星 在宇宙中漂流 钟月心中凛然 如果是一颗孤星 那岂不是说 这昆星上的昆族 都是流浪者 走到哪吃到哪 能够在宇宙中流浪至今 还没有被灭掉 这昆星中的昆神 实力一定非同小可 诸位 绕过这冰原 进入昆星探路 魔族的魔神默然道 钟山士 你在前面带路 钟月向那尊魔神看去 只见那尊魔神面色冷漠 目光也落在他的身上 两人目光相碰 钟月突然心脏 如同被无形的大锤 狠狠敲了一下 胸口发闷 这位前辈 当初是否便是前辈 在荒漠中向我出手 钟月询问道 那尊魔神脸色淡然 就是本尊神 那一次被你逃了出去 不过你放心 你能从我手底下逃脱 也算你有本事 我既然已经出过手 那就断然不会第二次 向你出手 钟月谢过 前辈 为何又执意 让我在前面带路 因为 我想弄死你 那尊魔神冷冷道 你利用我魔族的魔神偶 召唤师陀大尊 害死了八部圣族的圣族长 你死得越快 我便越是开心 钟月摇了摇头 迈不向前走去 笑道 我也打死了魔圣 也算救了八部圣族一次 八部圣族怎么不谢谢我 放肆 突然 公子波寻喝道 钟山士 你过分了 魔圣乃是八部圣族的共尊 打死魔圣 我们魔族的脸面也被打了 我魔族岂能谢你 你是谁 钟月停下脚步 侧头问道 波寻刷的一声展开折扇 风流倜傥 大自在天主 公子波寻 上次 你托命魔罗公子 来到我魔族八荒 可惜我那时尚在闭关 未能与你一战 心中甚是暴汗 没听说过 钟月摇头 继续向前 悠然道 想与我一战 要有必死的觉悟 你还年轻 犯不着送死 公子波寻眼中金光一闪 冷哼一声 与他一起 迈步向前走去 笑道 你我之间 必有一战 我很想见识一下 钟山市的实力 是否能当得起你的名头 不如你我便比一比 看看谁杀的昆族更多 如何 两人绕过兵源 后方两千多位强者连忙跟上 妖族的妖神走上前来 笑道 颜莫赫 这个波寻是什么来头 年轻一辈中 敢于和钟山市叫板的 已经不多了 没想到你们魔族 居然还有这等少年强者 那尊魔神冷哼一声 目光落在波寻身上 道 波寻来历古怪 我也不知他的来头 我曾经怀疑他 便是钟山市 一戎改装 混入我魔族 只是没有足够的证据 现在看来 我倒是误会他了 浪青云站在一旁 目光闪动 道 两位尊神 或许公子波寻 真的有可能与钟山市 是同一人 我听说 世间有一门奇功 能够练成身外化身 修成另一个元神 另一个元丹 另一个身躯 有这等玄弓 严魔鹤向他看来 浪青云心头一跳 陪笑道 我也是听说 不曾见过 不过 如果他们真的是同一人 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用的功法 神通 必然有相似之处 尊神法眼无双 一定能够看出来 严魔鹤轻轻点头 目光锐利 向钟月和公子波寻看去 钟月和公子波寻此刻 已经穿过冰原战场 冰原战场的尽头 便是一条玄冰大道 扑架在昆心之上 只见怪兵如剑 无数冰雕凌厉 这些冰雕中 冰封的是一个个 昆族炼气势 应该是白猴的神通 延伸到此 将昆族的大军封印 那一战距今已有五万年之久 被冰封的昆族 自然不可能还活着 钟月停下脚步 打量冰雕 只见其中 冰封的昆族炼气势 与昆虫有些相似 长着昆虫般的脑袋 又有着魔族的身躯 但是这些昆族的肉身 却都不是血肉之躯 而是金石所著 应该是昆族肯视矿山 将矿物提纯炼化 变成了这种战斗机器 它们的体表 也刻有清晰的图腾纹路 图腾纹不成各种阵势 拥有着奇妙的神通 战斗力肯定也是极为惊人 这些昆族种类不同 长相也各异 有的如同一人多高的红蚁 有的像是人面之珠 有的则是蠕虫 还有各种毒物 不过与普通的毒虫不一样 它们还长着奇怪的爪牙 钟月还见过昆族的神 形象也是很奇特 比如长着虫脸 脸上只有一个巨大的口气 还有的则是长着两条腿 但是胳膊却有千百条 如同站起来的蜈蚣 但脑袋却是魔族的脑袋 两人穿过这些冰雕 距离昆星越来越近 公子波巡走在前面 而钟月则落后几步 他是故意如此 公子波巡是他的身外化身 交给波巡探路 如果遇到凶险他 也好有时间准备 在其他人看来 则是公子波巡争强好胜 故意要让钟月吃扁 两人快步走下通道 而后方的那些练气士 也走入玄冰大道之中 向下走来 突然 钟月脸色微变 感觉到一丝丝不对劲之处 急忙转身 记起彭与金剑 剑光如铺 向通道中的那些冰雕斩下 小心 他开口抱贺 公子波巡也在同时出手 记起柳叶剑 双剑合璧 威能暴涨 无数剑光将长达百里的通道淹没 通道中 那一座座冰雕陡然裂开 发出咔嚓咔嚓的爆响 一头头昆族 炼气士震破悬兵 轰然杀出 向那些进入悬兵通道的炼气士杀去 而在钟月和公子波巡的剑光之下 数百里的冰雕纷纷破裂 一头头昆族炼气士 在两人的剑光中瓦解 死于非命 这些昆族炼气士 根本不是被白猴的神通封印 而是主动设服 引诱他们入服 等到所有人进入冰封通道便会爆起 这条通道长达数千里 钟月和公子波巡的剑气 不过延伸百里 只是将后端的那些昆族斩杀 而在前端 所有的冰雕统筒筒炸裂 无数昆族炼气士涌出 向通道中的各族炼气士杀去 只一瞬间 便有不知多少炼气士 被活活吞噬 被啃得只剩下骨骼 白则是神明来到通道前 向战场看去 微微皱眉 通道中的各族炼气士 被打得措手不及 数百位强者被昆族炼气士吞吃 炎魔河 要出手吗 炎魔河微微摇头 脸色平静无波 淡淡道 他们还能应付得来 不用出手 我们想探出昆族的底细 昆族也想探出我们的底细 我们若是出手 便会暴露 而且 你我都不知道 这里面有没有隐藏着昆族的神 又有一尊西荒神明走来 笑道 而且 我们让他们前来 不就是为我们探路的吗 本来 我们便没有指望 他们能有几个活着回去 钟月和波巡立刻返回 沿路杀去 剑光击射 将一头头昆族炼气士搅碎 那些昆族炼气士中 有的突然身躯一变 变得极小 如同蚂蚁一般 躲过剑光向两人冲去 钟月冷哼一声 身躯陡然一变 化作一头三足金屋 雨衣下便是熊熊太阳神火 雨衣一阵 便见熊熊太阳神火铺入通道 将那些炼气士烧成灰烬 嘖嘖嘖 突然 钟月和波巡的剑光中 传来一连串剧烈的撞击声 只见一个昆族人立起来 高达千余杖 手臂如同镰刀 约有108条手臂之多 手臂之上各种图同纹交织 手臂一动 便是一座巨大的阵法 将两人的剑光挡住 笑道 你们两个 实力好像很强的样子 吃起来一定更加可口 这是什么种族 钟月心中一惊 只见这个昆族炼气士下半身 还有千百丈长短 像是一条蛇或者秋翼 但是又长着手臂 而且背上都是骨铠和突起的骨刺 真名万分 他的肉身 竟然都是由神经组成 身后浮现出一头母神真灵 真灵近的昆族 钟月杀气腾腾 卖不杀去 不知道真灵近昆族 能够揭下我几招 轰隆 两人狠狠碰撞 那尊真灵近昆族巨拨 肉身四分五裂 钟月从他身躯之中穿过 身后顿时浮现出一头六母星蝉 巨得大吼 莽姑 通道中无数昆族炼气士被震飞 在半空中碎裂 地零五零二丈 奈头人族 好强 而在他的身后 那尊真灵近昆族巨拨庞大的身躯 狠狠拍在地面上 扭动几下 这才死亡 六母星蝉的吼声还未落下 钟月便已经向前狂飙而去 脚步抬起 落下 身形便奔出数十里 他的身躯还未落下时 双手便在胸前虚抱 无数图腾纹疯狂涌现 化作一口半透明大钟 他身躯落下 光的一声钟响 这口半透明大钟 轰然震动 连钟月自己 都被震得向后 滑出八百丈远镜 恐怖的声浪 如同潮水般向前涌去 悬兵通道中 那些昆族练气势 刚刚从冰封中钻出 肉身便被震成鸡粉 他向前奔行 身躯陡变 化作一头三足金屋 周身熊熊太阳 神火燃烧不停 如同一轮太阳 从悬兵通道中呼啸滚过 他所过之处 不知多少昆族练气势 被神火烧焦 化作焦炭 神火之中 许许多多昆族练气势 如同飞蛾般扑来 在火光中向忠越扑去 不少练气势 化作细小的虫制 向他体内钻去 忠越体表 一条条龙形图腾游动 如箭如骄 四下绞杀 顿时失落如雨 他在悬兵通道中 一闪而过 而在他身后 公子波巡 则仗剑前行 将那些未曾被忠越 镇死烧死的昆族练气势 一一斩杀 这些未曾被忠越 镇死烧死的昆族 都是实力极为强大之辈 往往是法天境的昆族巨头 其中还有一些 有形无知的奇特昆族 不被声音图腾纹 和神火所伤 而公子波巡 修炼的是魔族功法 恰恰能够克制这些昆族 两人配合起来所过之处 真可谓是寸草不生 有了他们二人 在后方清扫那些昆族炼气势 前方的诸多炼气势 顿时压力大减 神魔各族炼气势 稳住阵脚之后 便开始反击 将一个个昆族击杀 刚才他们被打个措手不及 没有想到 这些玄兵中兵封的昆族炼气势 居然都还活着 所以被打个猝不及防 再加上昆族的攻击诡异 有些昆族专门攻击元神 魂魄 他们很少接触这种神通 所以死了数百位炼气势 而现在 忠越和波巡视如破竹 吸引了近半的昆族炼气势 去围剿他们二人 再加上 他们也都不是弱者 修为最低的 也是单元净炼气势 尤其是还有方剑阁 孤红子这等实力极为可怕巨拨 方剑阁放出复山老规 站在老规背上 一口有形无知的神剑展开 所向披靡 剑光洞彻九霄 所过之处 无论什么种族的昆族 都难逃一剑 他的神剑是自己修炼而来 与忠越不同 他醉轻于剑 不修其他任何神通 只修剑气 他的剑气最为纯粹 最为霸道 得剑中三昧 比君思邪还要精 还要纯 在专情方面有着 媲美风效忠的意志和决心 在剑道修为上 忠越不及他 忠越过多的借助外武 剑心不纯 君思邪也不及他 君思邪掌控剑门 是女子之中的豪杰 剑气大气磅礴 有大势 但成也于此败也于此 剑中有大气大势 便少了绕纸柔的细腻 另一个最为耀眼的 便是孤红子 妖神之灵与原神融合 法力滔天 妖神之灵被记起 无论对方施展何种神通 肉身何等强悍 直接碾压过去 生生碾死 他融合妖神之灵 有着其他炼气士 所不具备的优势 那就是法力强悍 神末般的法力 深不可测 这也是他过人之处 其他炼气士羡慕不来的地方 除了他们之外 其他各族之中 也有几尊巨博 昆鹏神族 魔族和龙族 都派来了真灵境的存在 甚至昆鹏神族 还有一尊通神境的霸主 仲离神族 也有一位武道天师 近战之下 肉身强大的爆发力 恐怖无比 妖族中 则要数浪青云 他也是真灵境的巨博 实力强悍 当年是与方剑阁 封无忌 和孤红子齐名的存在 只是最近几年 被他们的名头压过一筹 但也非同小可 这些强者实力爆发 横扫悬兵通道 将一头头鲲族炼气士斩杀 不断向前推进 与中越 波寻的距离渐渐拉近 而悬兵通道外 一尊尊神魔毅力 远眺这场战斗 严摩河的目光 落在中越和波寻身上 似乎在搜寻他们二人 所施展的神通的异童 没有任何一招神通相同 严摩河微微皱眉 浪青云说他法眼无双 这自然是吹捧 不过他的魔眼 的确有过人之处 最低两个法天境强者的神通 区别他 还是能够清晰地分辨出的 中越和波寻施展的神通中 有些很相似 比如说 有几招是龙形神通 还有几招是剑法 但是本质上 却有着天壤之别 中越和波寻的龙形神通 本质上的差别 便是图藤文 中越用的是正宗的 龙族图藤文 而波寻用的 则是正宗的魔龙图藤文 而剑法也是如此 中越的剑法 是标准的人族剑门的剑门 而波寻所使的 则是魔族的一种剑法 名叫阎魔提香剑经 是阎魔圣族的一门神迹功法 阎魔赫也是阎魔圣族的 一尊隐居避世的魔神 自然知晓这门剑法的来历 心中不由得大为不爽 这门功法阎魔圣族一个女子 因为爱慕波寻 所以将阎魔提香剑经 献给波寻 做了阎魔圣族的叛徒 这也是 他对波寻不爽的原因 中越的这个 波寻化身实在俊美 被誉为魔族八荒第一美男子 又有女子追捧说 他是五万年第一美男子 可想而知 波寻仅仅凭美色 便在魔族能够立足了 也正是这个原因 大字在天圣地中 多的是俊男靓女 不知多少女子为之痴狂 甚至不惜道出 本族的经典传授给他 中越对魔道的修为日益精深 却也与这个方面 有着莫大的干系 至今为止 他们居然没有在我面前 露出任何一世重复的神通 这只有两个可能 阎魔和阎角轻轻跳动一下 一 他们不是同一人 波寻是波寻 中越是中越 二 他们是同一人 不过他们的底蕴 太可怕太深厚 即便波寻是中山氏化身 但其功法也能够做到自成体系 如果是第二种 他眼角剧烈跳动 那就太可怕了 如果是第二种 便说明中越的才智通天 底蕴通天 甚至能够做到 连他都无法看穿的地步 而且是 同时本体和化身 都让他无法看穿 这就太恐怖了 而在昆星之中 一座神庙上空 一位位形容古怪的昆族炼气士 纷纷向悬兵通道看去 这十多位 炼气士比悬兵通道中的炼气士 强大太多 为首的赫然是一位女子 脑后也有一重重光伦 光伦中呈现出五毒形态 正是鼎鼎有名的昆族母虫一脉 昆族之中 以母虫一脉实力最强 母虫拥有高绝的智慧 能够诞生出其他各种昆族 是魔族制造出 统治其他昆族的武器 母虫修成神 便是母神 而一个巨大的昆星之中 往往还有一头母皇 统治其他各族 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除了母皇之外 则是昆族中的黄金种族 被称作黄金王族 昆族中的一种 有些黄金王族的战力 甚至比母虫一族还要高 不过黄金王族 往往不能自我繁衍繁殖 黄金王族只能生出低等的昆族 只有母虫一族 才能生出黄金王族 所以 即便是战力更强 他们也必须要臣服母皇 或者母神 而这座昆族神庙上空 这些昆族强者 竟然无一例外是黄金种族 每一个都业以修成真灵 甚至有两位 还是通神境界的存在 那头人族 好强 一尊尊黄金种族 纷纷向中月看去 眼中闪露出兴奋光芒 杀戮欲望顿时变得无比强烈 面孔猙獰 一尊黄金种族 脸上长满了副眼 心动道 这么强大的存在 肌肉一定很有劲道 滋味倍加鲜美 他是怎么发现 这是埋伏的 心跳声 那位母虫族女 练气室轻声道 心跳声 诸多黄金王族不解 疑惑道 金秀郡主 不对吧 我昆族的练气室 都陷入冬眠假死状态 血液冰封 心跳全无 气息全无 元神也陷入沉寂 被冰封时就是死的 不可能有心跳声 母虫族金秀郡主道 是心跳声 我们昆族善于假死 但是在复苏的前一刻 心跳会跳动一下 让肉身元神复活 虽然很轻 但是足以惊动这等存在 他便是听到了这声心跳 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 于是率先出手 那头人 的确很强 战斗意识已经达到极致 可以说是神的战斗意识 而那头魔 反应则慢了一瞬 不如那头人 昆族的冬眠假死 可以说是一绝 即便是神魔 探寻其肉身 使海 也看不出任何异状 但是只要复苏 便会立刻恢复 但是恢复前的一瞬间 便是他们露出破绽的一刻 不过 谁能在一瞬间反应过来 只有忠悦在这一瞬间反应过来 所以他才会说 这是神的反应意识 只是他也没有想到的是 波寻之所以慢了一瞬 主要是因为 他是忠悦的化身 忠悦反应过来 让化身做出反应 必然会有一瞬间的延迟 这次试探 让我们了解 这些神魔各族的强者 接着便是第二场试探和战斗了 金秀郡主笑道 而这次战斗 则是将神魔各族的 一头头强者斩杀 然后探出那几头神魔的战力 探出那几头神魔的战力 便可以捕获他们 知道祖星的深浅了 第零五零三章 炼化通神巨拨 金秀郡主很是笃定 看向远处 悠然道 知己知彼 战无不胜 那几尊神 恐怕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神族魔族的这几头神 有几分本事了 祖星 我昆族已经寻找了五万年 这次万万不能让你跑掉 你们记下这些神魔练气势的招数神通 选择有把握的 将其击杀 诸多黄金王族纷纷乘势 笑道 郡主多虑了 这些神魔练气势 打一打那些小喽啰到还罢了 岂是我们的对手 玄冰通道中 昆族中也有不少强者 其中也有法天真灵境的高手 甚至还有几头通神镜的昆族巨拨 隐藏在诸多虫子之间 突尸腊手 暗杀神魔两族的炼气势 其中一头昆族通神巨拨最为诡异 子刘一生 钻入一位昆鹏神族巨拨体内 将其元神和脑浆筒筒吃了 然后盘踞在那昆鹏神族巨拨的头颅之中 接近昆鹏神族巨拨时 突尸腊手 险些将那尊通神巨拨斩杀 这昆族巨拨随即摇身一晃 化作千里大昆 张开血盆大口 几乎将通道中 所有神魔和昆族练气势 统统吸入口中 方剑阁第一个回过神来 一剑将这头大昆斩杀 却见大昆的头颅落地 脑壳掀开 只见那昆族通神巨拨 从其脑壳中跳出来 五短身材 大脑袋小身体 头顶身就一根神脚 神脚如刀 这个昆族老者胡子上 还挂着白花花的脑浆 黑黑一笑 便向方剑阁扑去 一头强大的人族 让我尝尝你的脑子 方剑阁挥动神剑 剑光与这昆族老者碰撞 火光似剑 却没能伤其分好 那昆族老者也被击飞 惊疑不定道 你的剑有多重 方剑阁微皱眉 他的神剑乃是神经所助 融入了不知多少神经 炼成剑光 虽然只是一道光 但是却其重无比 也锋利无比 没想到 斩在这昆族老者身上 竟然未能将他斩杀 再来 方剑阁手中剑光忽大忽小 忽硬忽软 忽长忽短 在空中千变万化 变化如意 向那昆族老者杀去 孤红子正欲上前相助 突然一个昆族扑上前来 那昆族形如一条大蜈蚣 身躯突然膨胀 化作数千丈之高 无数条手臂 死死扣住他的神灵 手掌化作立掌 他的掌尖乃是锋利的倒钩 扣住他的神灵 刺入妖神之灵体内 接着张开大口 口喷毒浆 毒液如同一条腥臭长河 浇灌在妖神之灵身上 腐蚀天灵干 这毒液极为诡异 细细看去 乃是由无数极具腐蚀性的 细密图腾纹组成 是一种诡异无比的神通 也是一种用神通练就的宝物 腐蚀肉身原神 孤红子的妖神之灵顿时 弥漫黑气 神灵体内的图腾纹 都被腐蚀的寸寸断开 消融为毒水 这头昆族 赫然也是 一尊通神境的巨博 与此同时 其他强者如浪青云 龙族巨博等人 也都遭到昆族巨博的暗杀 刚才的大豪场面 顿时大乱 忠越也遭遇一尊昆族巨博偷袭 这尊昆族巨博 虽然不是通神境界 但也相距不远 铺至他的身边 无数条触手飞出 向他掩耳口鼻中钻去 那些触手乃是魔火 无孔不入 滋溜一声 便钻入他的七窍之中 扎入石海 束缚元神 死 那头昆族巨博大喜 魔火将忠越元神困住 触手将忠越拉到身边 张开血盆大口 把忠越拉入口中 只见他的口腔之中 遍布毒芽 一根根毒芽 立刻向忠越咬下 准备注射毒液 大大大大大 五个大字传出 那头昆族巨博 扑的一声 身躯平平裂开 一口三千丈大剑 将他生生切成两片 是神兵 那昆族巨博两片 肉身晃了晃 倒在地上 而与此同时 丘剑 左相声 和田延宗三人 也各自继起石兄兵 杀下那些昆族巨博 像孤弘子 天魔妃等人 施以援手 忠越杀相前去 突然挥手 便是无数图腾纹飞出 化作一座祭坛 将与孤弘子对战的 那尊昆族巨博 困在祭坛之上 祭坛四周 浮现出九尊魔神虚影 九魔神奇拜 一起祭祀 那尊昆族通神巨博 心中一惊 只觉自己一身法力 源源不断流逝 被生生祭掉 不由将孤弘子的神灵放开 无数拳头 向祭坛轰下 忠越的那祭坛 只是天圣神赵经中的 一种大神通 如何能敌得过 他这么多的拳头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祭坛被轰得粉碎 而在此时 孤弘子激起神灵元神 化作一头一盏 数万丈的神鸟 立爪探下 将那尊昆族巨博 抓在爪下 鸟会如雨般灼下 将那昆族灼死 随即一甩 将那昆族巨博 吃入腹中 忠越吓了一跳 孤弘师兄这么生猛 连昆族也吃 不愧是妖族 他二人立刻 向与方剑阁交战的 那尊昆族五短老者扑去 有他们二人相助 那老者顿时被三人压下 方剑阁一剑压在他的背上 孤弘子的妖神之爪 也压在他的背上 让他无法动弹 忠越挥起彭与金剑斩下 只听丁的一声脆响 那昆族老者 竟然还是毫发无伤 三人都是呆了呆 这么强大的肉身 那无短身材的昆族老者 虽然无法动弹 但是依旧毫发无伤 笑道 三个蠢才 春大老爷的肉身 乃是千锤百炼的神经 你们的神剑 也不过是神经 岂能伤我分毫 练了他 方剑阁沉声道 你们三个的 修为境界都不如我 还想练化我 那昆族老者 露出两只大包牙 得意洋洋道 春大老爷 让你们练化五百年 你们也休想奈何得了我 三人都是大咒眉头 这昆族老者 乃是通神境界 方剑阁和孤弘子 则都是真灵境界 忠越更是法天境界 论元神 都不如这个昆族老者 想要练化 他的确极为困难 既然无法用修为境界压制他 那就用神兵来压制他 忠越取出一百零八面玄英旗 布下玄英百魔旗阵 道 我来练他 玄英百魔旗阵 唯能顿时爆发 一道道魔旗涌出 化作一百零八尊魔神 环绕在这个昆族老者周围 一起祭练 阵法内部 顿时浮现出一个巨大的轰炉 将那昆族老者困在其中 从他体内抽取修为法力 那昆族老者惊声尖叫 想要逃脱 怎奈孤弘子和方剑阁将他镇压 根本逃不出去 他的修为飞匠 法力源源不断被炼去 修为流逝越来越快 没过多久 便从通神境界跌落到真灵境 还在不断向法天境跌去 忠越心念一动 身后九魔神虚影浮现 刷的一声 没入那老者的脑海之中 九魔神化作一座祭坛 将那昆族老者元神 寄在祭坛之中 一道道魔器 则穿入他的大脑 将大脑牢牢困住 那老者还带挣扎 魔器一收 渗入脑海 顿时将他炼化 忠越松了口气 向孤弘子和方剑阁点头示意 两人各自收了神剑和神通 忠越也收了玄鹰百魔器 只见这个昆族老者 乖乖地站在忠越脚下 高度刚刚到他膝盖处 那昆族老者 抬头仰视忠越 眼中露出恐惧 时不时露出两只锋利的大包牙 目露凶光 好像要反噬自己的主人 却又不敢有所异动 忠越也是头一次 用魔族的法门祭恋昆族 将昆族当成自己养的蛊虫 原本便有些不太熟悉 这种祭恋之法 所以祭恋得尚不稳妥 而且 他头次祭恋昆族 便是祭恋一尊通神巨拨 修为境界比不上对方 自然容易引起反噬 不过随着祭恋加深 他的修为提升 祭恋的时间越久 这昆族老者 便越发难以逃脱 更难以反噬 只是现在 还有些不太灵便 难以操控 原来 你叫春包 忠越搜寻他的记忆 心头不由一跳 这个昆族巨拨脑海中的记忆极为博杂 都是四处烧杀抢掠 昆族的这颗昆星 在星空中漂流 但凡遇到一颗有灵性的星球 便扑过去 将那星球吞噬一空 无论生灵还是矿物 都被昆族的海量大军吃干抹尽 昆星飞走之后 那星球往往只剩下千疮百孔的壳 昆星一路飞来 毁了不知多少星球 吃了不知多少生灵 可谓是罪孽滔天 不过这个春包 在昆族之中 属于低下的种族 不了解昆族的高层 昆族是以血统高低来论资排位 春包的实力虽然不弱 但是属于低等的血统 低等昆族之力低下 所以它的地位也不高 接触不到昆族高层的计划 但是 从其记忆中 中越还是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 昆星这些年来一直在飞行 飞向祖星 尤其是近些年来 昆星的诸多黄金王族昆神和母神 无意中透露 五万年来 昆星一直在依靠这条通道 锁定祖星方位 这五万年的时间 昆星一路吞噬不知多少星辰 但是总的方向 还是再向祖星不断接近 而且不久 春包听到一个王族高层说 祖星已经很近了 再过不久 便可以到达祖星 中越将春包这段记忆 传给孤红子和方剑阁 两人都是心中凛然 这件事 一定要告诉后面的那些神魔 三人商议一番 当即上前 向阎摩赫 大蛇神等神魔说了一遍 诸位神魔心头大震 阎摩赫突然笑道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我们这次本来就是要 探一探昆星的底细 何至于如此大惊小怪 中山士 我问你 你刚才记出的那些魔神兵 可是我魔族之物 他冷哼一声 淡淡道 这等魔神兵 是我魔族圣物 你拿在手中当心折寿 还是献上来吧 而且 你居然偷学我魔族的纪念之法 区区人族 胆敢如此作恶多端 不知死活 你自己 废掉这门功法罢 我可以既往不救 第零五零四章 与魔神对赌 忠越心中动目 皮笑若不笑道 尊神 你说 是你魔族之物 那么尊神一定知道 这套神兵中 蕴藏的功法吧 如果尊神说不出 这门功法 自然不是你魔族之物 尊神也就无须费心了 研磨和眼角跳动一下 冷笑道 区区一个小辈 也想从我手中 套出我魔族的绝学 你很机灵 但我也不愚蠢 自然不会 将这套神兵中 蕴藏的功法告诉你 他对玄影摆魔器的 却动了心 至于什么魔族圣武 什么折兽 统统是借口 玄影摆魔器 乃是他斩杀 阿陀镜的炎镇 得到的一套魔神兵 威能极为强大 炎镇也是炎魔圣族 自然能够看得出来 这套魔神兵极为适合他 而且蕴藏着一门 炎魔圣族的极为强大的法门 对他有着莫大的避意 甚至可以 让他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不过 这门功法 他却没有见过 虽然都是炎魔圣族 所以忠越问他 玄影摆魔器中 蕴藏的是什么功法神通 他答不上来 只能说 忠越想套他的绝学 不过 在场的诸多神墨一听 也都知道 炎魔圣的确是理亏 就算他爆出 玄影摆魔器中 蕴藏的功法的名字 难道忠越仅凭名字 便能偷学到这门功法不成 至于炎魔圣让忠越废 调天圣神照经中的 天圣祭祀之法 则纯属是嫉妒 借口 和忌惮 祭恋昆族 他各族的本钱 立足在祖星的一大壁住 而忠越得到这门绝学 如果流传出去 魔族便丧失了一大依仗 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若是忠越将这门绝学 传授给人族 人族祭恋昆族 人族的实力大增 魔族相应 就会减少生存空间 这是他断然不能容忍的事情 其他神魔纷纷看来 都是微微一笑 不以为意 白则是神明咳嗽一声 道 言莫赫 中山士带来这个消息 好歹也是立了大功 阁下非但不论功行赏 反倒对他大家责备 甚至要废弃玄功 是什么道理 言莫赫笑道 白云苍 这套奇阵 乃是我言莫圣族的魔神兵 我只是收回我言莫圣族之物 不是功报私仇 你不要误会了 至于我魔族的纪念之法 是我魔族不外传的绝学 我让他废掉这门功法 又不是伤他性命 大蛇神蛇文举笑道 白老头 我倒觉得言莫赫的要求 没有什么不妥 中山士固然立功 但也是小功罢了 他发现昆族的秘密 魔族的炼气势 炼化昆族之后 也会发现这个秘密 我们杀入昆星之后 也可以发现 因此谈不上什么功报 白则是神明 微微皱眉 蛇文举这尊妖神继续道 再说 这套奇阵 乃是阎魔圣族的圣物 阎魔赫自然有理由讨回来 倘若白老头 你炼旧的神兵 被外族偷走 难道你不打算讨回来 阎魔赫看向中月 背负双手 道 阎魔圣族的圣物 岂能被你玷污 交出来吧 阎魔圣族的圣物 中月哈哈大笑 悬音百魔旗飞出 一百零八面旗帜飞舞 多多多插在他的脚下 淡然道 这套正旗就在这里 我已经祭练了数月之久 不如这样 尊神你也祭练此宝 我给你一刻钟时间 若是你能抹去我的烙印 从我手中 将这套宝物的主控权抢了去 我便将这套正旗 送给尊神 抢走便是你的 抢不走 尊神只需要当众放一个屁 说我刚才说的话 就是放屁即可 放屁 阎魔喝气急而笑 摇头道 不知死活 也罢 我便与你赌了这一局 其他诸位神魔 露出玩味笑容 没有出言阻止 而悬兵通道中 昆族炼气室 基本上已经被清扫一空 神魔各族的炼气室涌来 见状都是哭笑不得 一位魔族老者失声道 中山士的胆子 未免也太大了吧 居然要与魔神对赌 人族毕竟是荒野种族 连死字都不会写 旁边有神族巨博笑道 别说魔神 随便一尊通神巨博 都可以轻易 将他的烙印抹除了吧 中山士这次要栽大了 炎魔和精神力和法力涌出 向108面玄鹰齐青去 对于能否炼化玄鹰百魔旗 他并没有成算 但是对于夺取中月的掌控权 他则信心满满 他是什么存在 堂堂的魔神 魔族八荒中 几千年来最为年轻的魔神 将魔道原神修炼到纯阳的存在 就算是通神境的强者 在魔神的面前 也是一个蹒跚学步的阴寒 更何况 中月还不是通神境的强者 只是一个法天境的炼气势罢了 法天境在炼气势中算是巨头 但在他眼中 与蝼蚁差不了多少 他的法力和精神力 分为108股 钻入玄鹰百魔旗中 试图去抹杀中月 在玄鹰旗中的烙印 不料他的法力和精神力 进入玄鹰旗 便见到处都是玄鹰魔水 又如一条条大江 如龙斑布阵 布成一座魔阵 而每一面玄鹰旗中 皆有一座大魔阵 108面玄鹰旗 便有108座大魔阵 阵法完全不同 没有任何相通的大阵 而那些魔阵中央 则屹立着一尊魔神 守住阵眼 共有108尊魔神之多 想要炼化玄鹰旗 便只能让自己的法力和精神力 深入大魔阵之中 进入阵眼 将自己的法力和精神力 烙印其中 不过 这108座魔阵 他一坐也不认得 若是贸然入阵 触动了玄鹰阵 便会遭到阵眼中的魔神攻击 法力和精神力 绝对会被击溃 这小子是怎么进入阵中 将自己的法力和精神力 烙印在其中的 炎魔鹤看着这108座魔阵 头皮有些发麻 这些阵势太复杂了 玄鹰魔水由图腾纹组成 让他一时片刻间 根本不可能将这些魔阵 参悟透彻 他的法力滔天 但是也不可能将这些阵法 完全破坏掉 若是破坏了阵法 便相当于将玄鹰百魔旗毁掉 若是普通的魔神兵 以他魔神的实力 的确可以绊倒 但是这108面旗帜 非同凡响 仅次于神侯所练的阵族之宝 是接近神侯的存在 炼之的宝物 以他现在的法力 根本无法绊倒 时间一丝一毫的过去 炎魔鹤鹅投流出冷汗 他的法力越来越狂暴 精神力涌动如潮 进入玄鹰百魔旗中 但是这百魔旗 始终没有被他练化 一面都没有 以他的法力 固然可以强行 抢走玄鹰百魔旗 中月根本无法与他匹敌 但那是抢走 而不是炼化 当着祖姓的诸多神魔的面 他还干不出这等事情来 尊神 一刻钟时间快到了 中月冷不丁道 炎魔鹤冷汗滚滚 汗流加倍 面孔猙獰 咬牙切齿 一刻钟时间很快结束 炎魔鹤怒哼一声 狂暴的法力和精神力 从其面中涌出 冷冷道 你赢了 四周一片骇然 两千多位神魔各族的炼骑士 面面相去 一尊魔神 居然未能抹去中月的烙印 居然向中月这个法天境的 小人物认输 说出去 恐怕都不会有人相信 中月微微一笑 收回玄鹰百魔旗 道 得罪了 尊神 刚才的赌只是一时玩笑 尊神不必介意 炎魔鹤面色舒缓下来 心中倒对中月有些好感 突然 妖神舌闻举道 怎么会是玩笑话 我们这些尊神都在这里 等着看结果 若是当成玩笑话 那就真的是放屁了 炎魔师兄 魔神说话有一是一 有二是二 你不会也当成玩笑话吧 炎魔鹤脸色巨变 向他恶狠狠地看来 这尊妖神不以为意 含笑应对 炎魔鹤心中将他恨上 刚才对中月的一丝好感 也不翼而非 连同中月一起恨上 不 他一运气 气从下出 又响又亮 如雷般放了一个大屁 硬邦邦道 我刚才的话 就是放屁 四周两千多位 神魔各族的恋气士 想笑不敢笑 憋得脸通红 中月心中一尘 看向妖神舌闻举 心中恼目 他刚才得饶魔处 且饶魔 给了炎魔鹤一个台阶下 炎魔鹤只需戒颇下驴 也就算彼此的恩怨化解了 炎魔鹤极为自负 刚愎自用 虽然这次一直针对中月 但也说过 绝不会向中月出手 若是与他化解恩怨 他必然不会继续针对中月 而现在舌闻举逼迫炎魔鹤 让他当众出丑 而且是当着这么多 神魔两族恋气士的面出丑 这个恩怨 那就无可化解了 炎魔鹤刚愎自用 肯定会迁怒中月 不死不休 这条大蛇 中月磨了一下牙齿 不动声色 妖神舌闻举微微一笑 心中也是颇为自得 他固然也得罪了炎魔鹤 炎魔鹤奈何他不得 但中月就到了血霉了 炎魔鹤必然不会让中月 活着回到祖星 东荒大荒接嚷 若是大荒中出现一尊人神 对我妖族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借刀杀人 这件事我做得最熟练 妖神心中得意道 对了 刚才炎魔师兄不是说 要让中山市 废掉他的祭廉之法吗 蛇文举三角眼眨洞 呵呵笑道 你们刚才对赌 连这件事也忘了 炎魔兄 若是中山市不愿意主动废去 你何不帮他一个小忙 替他废掉 第零505章 死神临近 中月心中杀鸡大作 恨不得将这头蛇神 宰了炖成蛇羹 一口一口地喝下去 方能解恨 炎魔鹤再次向他看来 眼中弥漫魔性 杀鸡深沉 声音沙哑道 中山市 你我再赌一次如何 你的这头昆族 我能在一滩指尖 便将它炼化 变成我的蛊虫 我若是不能再一滩指尖炼化它 你可以保留纪念之法 若是我做到了 便废掉你的纪念之法 赌不赌 中月眼角跳动 笑道 好 我赌了 他突然精神力一动 将春包的大脑 生生震成江湖 冷冰冰道 尊神 你炼化吧 炎魔鹤呆了呆 看向春包的尸体 有些手足无措 春包已死 如何炼化 他刚才赌定万分 认为可以扳回一局 好歹挽回一些颜面 毕竟中月才是法天境 就算是天纵奇才 在修为上 自然是远不及他 中月祭炼春包 用的是天圣神赵金 这门功法他也修炼过 中月的祭炼之法 在他看来还有些粗糙 难入 他这个魔神之眼 抹去中月的烙印 可以说 不费吹灰之力 他却浑然没有想到 中月居然如此决绝 一面答应与他的对赌 一面直接用精神烙印 将春包的大脑震碎 春包对中月来说 绝对是一个大壁住 毕竟是曾经修炼到 通神境界的昆族 肉身已经炼成神经 无比坚硬 连神剑也无法劈开 这等昆族 若是带回剑门 剑门便相当于多出一个 通神境巨拨作证 而且是对中月的命令 无所不从的通神境巨拨 春包可以让剑门实力 得到很大的提升 中月炼化他 也是为了让他去守护剑门 然而 中月说杀就杀 干脆了当地将春包干掉 让所有人包括神莫都 没有料到 弹指时间过去 中月面无表情 目光扫向妖神舌文举 挥袖一卷 转身而去 舌文举心中一跳 感觉到他的目光中的 森森寒意 心道 这丝 心狠手辣 果断异常 而且聪明无比 不可留啊 否则必成大患 若是炎魔和不杀他 便由我来亲自动手 万万不能让他活着回去 他若是活下来 恐怕将来我必然遭到他的报复 方剑阁将春包的尸体收起 自言自语道 炼化之后 融入到我的神剑之中 倒可以让我的神剑再进一步 这次恶战 虽然死伤者众多 但是玄冰通道中的那些昆族 更是伤亡殆尽 还有不少被魔族炼骑士擒拿镇压 炼化变成自己的蛊虫 而秋剑 左相生和田延宗 也偷偷地擒下 许多魔族炼骑士 都是法天境的强者 炼化之后 被他们收入自己的原神秘境 不断温养 而波寻也炼化两头昆族 都是真灵境的存在 极为强大 只是像春包这等强大的昆族 除了中月之外 无人能够擒下炼化 剩下的那几头通神境的昆族 不是被打死 便是自毁原神 不愿屈服 中月将好不容易 才炼化的通神境昆族直接抹杀 也诚然让不知多少炼骑士 感觉到可惜和庆幸 不过 炼化昆族带到祖星上去 的确是一个快速壮大剑门的途径 中月也觉得有些惋惜 不过只要天圣神赵金的祭炼之法 尚在 那就还可以炼化更多的昆族 而且 他的化身波寻炼化的那两头昆族 实力也是不弱 只是不如春包 玄冰通道中 众人整装出发 向昆星走去 中月和波寻 依旧走在最前方 明曰探路 其实是炎魔鹤等神魔 让他送死而已 没过多久 他们来到冰桥之上 这条冰桥 绵延不知多少万里 横跨昆星的表面 冰桥下封印的触手般的东西 只是实在太巨大 中月眉心皮肉 向两旁徐徐翻开 露出第三神眼 细细看去 心头一震 这冰桥下的确是触手 只不过不是血肉之躯的触手 而是神经所住 里面还有血管 血液 血液也是神经 被炼成了液态 长达几万里的触手 这是什么昆佐 他不由有些毛骨悚然 这条触手 应该便是打通 祖星与昆星的神秘之物 在祖星和昆星之间 建立了一条大通道 祖星和昆星之间 相隔了不知多远 这条触手竟能相隔 如此遥远的空间 让两颗星辰相连 显然这件宝无之威 恐怕还远在 神侯级的镇足之宝之上 难道是黄极重宝 中月细细看去 上面还有着许多的纹理 应该是图腾纹 只是档次太高 即便是福西神眼 也难能从中领悟出什么 星火借他神眼看去 点头道 的确是黄极重宝 只是还比不上战争号角 也不如小轩园的那口神剑 不过 这不是触手 而是嘴巴 嘴巴 中月吓了一跳 尸声道 什么东西的嘴巴 牙齿长在哪里 星火笑道 应该是母皇的嘴巴 这头母皇 已经是黄极存在了 不比辟邪神皇全盛时期逊色 而与白猴同归于尽的那头母皇 还是神猴级 不曾将他的嘴巴炼成神兵 至于他的牙齿 自然是在嘴巴里 中月望向这条长达数万里的嘴巴 如同长长的通道 想到这条通道里 到处都是白森森的历齿 便不寒而栗 当年白猴发现 这条触手穿越空间 与祖星相连 所以查看源头 发现了正在率领昆族大军赶来的母皇 白猴与母皇两败俱伤 而白猴在临死前 封印了这条通道 他抬头看去 只见冰桥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落入一个方圆 不知多少里的大洞之中 深入地底 纳闷道 这些年来 昆星中没有出现神猴级的存在 无法破解白猴的封印 那么 现在这封印是怎么松动的 他不禁有些不安的感觉 喃喃道 星火 白猴封印突然松动 是不是说明 昆星中又出现了一头母皇 有这个可能 星火思索道 这些昆族在宇宙中飞行 吃掉了这么多星球 掠夺这么多资源 不诞生一头新的母皇 简直就是没天理了 能够破坏白猴封印的 多半是神猴级的母皇 当然 也有可能是白猴的封印效力降低 无法再挡住昆族的神魔 不过我觉得 白猴拼死封印 效力应该不会这么快 便丧失殆尽才对 中越不由打了个冷战 神猴级的母皇 祖星上的神猴都已经死绝 最为强大的存在 恐怕还是孝盲老祖 不过孝盲老祖半生半死 如何才能抵挡昆族的母皇入侵 最为关键的是 居然前往这尊母皇的老巢 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星火 你有什么办法 能够逃出此地 中越问道 为什么要逃 星火差异道 母皇和昆族来到祖星 也只能服服帖帖 老老实实 而且 你请少号中 那小胖仔加持你 足以能够保全自己 不会被母皇吃了 少号中 那小胖仔 肯定会很乐意给母皇一个教训 再说 难得来到这个奇怪的星球 咱们还是好生观察观察 说不定能够寻到一头 飘飘亮亮的母虫胶配 中越几乎吐血 怒道 与母虫胶 我还没有这么计不择时 对了 在这里 也能感应少号中 这里 李祖星又不远 当然可以感应到少号中 星火笑道 李祖星不远 中越脑中一猛 急忙四下打量 搜寻星空 他的第三神眼 洞彻虚名 穿过无垠星空 突然身躯大阵 呆呆地看向通道的后方 他此刻站的位置 是在昆星上空 进入悬兵通道时 看到的景象 是昆星表面 和昆星后方的星空 没有什么星球 而现在 看向昆星的前方 他看到了一颗颗 宝石般的星辰 距离它们最近的是 土要星 然后是木要星 火要星 接着便是祖星 祖星后方 便是金要星 水要星 然后便是太阳 昆星 已经进入太阳星系 变成了太阳星系的 第七颗星辰 第七颗蓝色的星辰 中越星头发凉 虽然以昆星这个速度 要达到土要星 恐怕还需要一年的时间 达到祖星 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昆星 已经寻到了祖星的方位 冰桥上 后面的神魔各族 练骑士 见到中越停下脚步 看向他们身后 不禁纳闷 纷纷回头张望 只能看到几颗 小小的星辰 和指头大小的太阳 不禁纳闷 中山市在看什么 一位昆鹏神族 巨博遥望 突然笑道 那第二颗星辰 好像是我们木要星 他说到这里 突然身躯巨阵 木雕泥塑般站在那里 瞪圆了眼睛 手足发凉 后方 那十多尊神魔 纷纷回头 白泽士神明白云 苍向那些星辰数去 低声道 一二三四五六 六颗星 这岂不是说 他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无比苍白 其他神魔也脸色惨白 失魂落魄 中山市得到的消息 没有错 一尊神明南南道 昆星 的确距离祖星 已经不远了 所有人心境沉重 一场灾结 即将降临 对祖星来说 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祖星上帝灵这么多 埋葬的天地这么多 至于要这么大惊小怪 星火颇为不解道 第零五零六章 试探 昆星距离祖星已经不远 可想而知 这颗满载着昆族的星球 若是来到祖星 祖星上的各族生灵 会面对什么样子的场面 即便炎魔鹤 也是面色苍白 魔族固然可以驾驭昆族 但是昆族同样也是 魔族的天敌 当年昆族不过是魔族的宠物 魔族的战斗机器 但是母虫诞生 让昆族产生灵质 血洗魔族 给魔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死伤无数 即便有星火劝慰 钟月也还是有着强烈的不安感 难难道 地灵中的宝物干涉 必然是在昆星威胁到地灵时 才会爆发 而在此期间 潮水般的昆族涌向祖星 足以将一切生灵吃的绝种了 星火 你有没有办法 灭绝这颗昆星 星火摇头 没有 倘若你的实力达到神魔层次 我还可以借你的肉身 布下一场生杀大计 将昆星上的所有生灵 统统血迹 只是你的修为 还是实力太弱 无法将这颗昆星记掉 继续前进 后方 神魔向钟月等人下令 赫道 寻到通道的尽头 钟月向前走去 星道 星火也无法灭绝这颗昆星 现在只有破掉通道这一条路可走了 这条通道连接祖星和昆星 像是绳子一样 昆族顺着绳子 可以爬到祖星 也可以扯动绳子 将昆星拉过去 只要隔断绳子 便可以切断昆星和祖星的联系 切断联系之后 只有神迹的存在 才能飞过这么遥远的星空 来到祖星 其他昆族炼骑士 就没有这个可能了 元神没有修炼到纯阳境界 纯阳雷层便过不去 那些昆族炼骑士 如果强行离开昆星 肯定会被纯阳雷霆劈死 而且 昆星与祖星的距离 还十分遥远 昆族炼骑士 即便能飞出昆星 也无法在太空中存活那么久 飞不到祖星便会死亡 至于昆神飞灵祖星 自然有祖星的神魔抵挡 无需忠岳来操心了 就算是昆星真的诞生了一尊母皇 也有昆猴 龙猴 孝芒老祖这等存在 可以一战 因此 破掉这条通道 是就祖星的唯一可行途径 忠岳等人飞速前进 突然空中一片片金云飞来 嗡嗡作响 赫然是无边无际的昆族 向他们涌去 这些昆族都是低等昆族 但是数量实在太多 数以十万计的昆族炼骑士 最为可怕的是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隐藏着强者 远远看去 这些昆族炼骑士 如同金色波浪 一波又一波的金浪扑下 蜂拥向他们赶来 众人头皮发麻 连忙加快脚步 躲避这股昆族狂潮 这条通道直达地底 没过多久 他们便来到那个巨大的洞口处 只见后方昆族越来越多 中越等人不假思索 立刻钻入那个巨大的洞口之中 沿着那条母黄嘴巴形成的通道 一路向下而去 后面昆族狂潮涌来 来到那洞口前 突然呼的一声 如水面滴上一滴油一般 频频扑开 仿佛漩涡般飞动 却始终不进入那洞口 仿佛对这个洞 充满了畏惧和尊敬 呼 昆族狂潮的转动速度越来越快 数十万昆族炼骑士 竟然都是同一种族 突然其中一个昆族炼骑士赋眼张开 数以万计的赋眼射出一道射线 向洞中的神魔各族炼骑士射去 与此同时 其他所有昆族炼骑士的赋眼之中 一道道射线爆发 数十万只昆族不断旋转飞行 数十万道射线 如同钻头般不断旋转 凝成一股 向洞中的神魔各族炼骑士射去 这数十万的昆族 竟然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阵法 这阵法尽管简单 但是却无比霸道 将数十万昆族的力量凝聚为一股 轰向中越等人 要知道 就算是剑门 也不过只有上万名炼骑士 其他各族虽然很多都比剑门强盛 但也不可能一下子拉出数十万名炼骑士 组成一座沙阵 这阵法的威力之强 可想而知 神魔各族的十几尊神魔走在后面 回头看去 不由脸色微变 白云苍等神魔当即便要出手 挡下这恐怖的一击 突然妖神蛇文局冷笑道 不要出手 这应该是昆神调动昆族 试探我们的底细 若是出手 被会被他探明底细 知道我们来了多少尊神魔 昆神没有探出我们的底细 便不敢出手 白云苍等神魔心中一惊 急忙各自收敛 这些炼骑士 一尊神明看向前方的各族炼骑士 心有不忍 蛇文局摇头道 只能看他们各自的机缘和本事了 轰 光柱轰下 飞速旋转 不断切割 白云苍等神魔指 护注各自种族的炼骑士 任由这道光柱从他们身边切过 而那些没有被神魔护持的各族炼骑士 被这道光柱如同锯子般锯过 肉身粉碎 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便在光柱中被炼成飞灰 队伍的最前头 钟月立刻倒飞而回 刷的一声降落在秋剑 左相声等人身前 低喝道 继月见神境 秋剑这次进入昆星 带来的神兵正是月见神境 文言连忙将月见记起 只见神境从他原神秘境中飞出 刷的一声横在通道前 钟月 左相声 田燕宗 孤弘子和方剑阁等人 各自长笑一声 法力涌入这面月见神境之中 这月见乃是常青的神兵 常真尊神所练的宝物 能够反弹一切神通 钟月斩杀常青 得到此宝 之后 藏在铜灯之中 躲开了常真尊神的感应 回到剑门后 他将此宝 连同其他宝物 一起送入剑门宝库 只见月见被他们等人催动 明月般的镜面越来越大 广阔树里 横在通道之上 光柱轰制 撞在镜面之上 钟月等人齐齐闷哼一声 被反阵力轰得不断倒退 脚步不动 身躯却被震退十多里 只见那道光柱刷的一声反弹而回 原路向上冲去 那洞口上空的数十万昆族 被反弹而来的静光一照 顿时死伤无数 不知多少昆族葬身在自己射出的那光柱之中 肉身粉碎 原神化作鸡粉 一眨眼时间 便有十多万昆族 被生生炼死 那光柱抖动 数十万昆族按照大阵的轨迹旋转 这一旋转非同小可 顿时更多的昆族炼骑士 被自己射出的光柱斩杀 只见半空中的尸体如雨般落下 甚至其中步伐 有通神经的昆族巨拨 也被光柱绞杀 没有丝毫地逃生于地 要怪 也只能怪这光柱太狠太猛 原本这道光柱 便是为了对付祖星的神魔 并非是为了对付中月这等炼骑士 怎知昆族的神算计虽好 却没想到遇到月剑神经这等古怪的宝物 反弹一切神通 反倒将自己的子民 害死了无数 而有了中月等人 记起月剑神经 他们身后的其他各族炼骑士 都没有遭到光柱轰击 捡回一条性命 中月等人在记起月剑的一刹那 他的化身公子波巡 更是直接将天魔飞 圣女飞等人聚集在一起 站在中月等人身后 也从容躲过这一劫 哼 小东西 坏我大事 空中传来一声冷哼 在中月等人耳畔乍响 这声音一响 中月等人顿时只觉魔鹰灌恼 石海之中顿时出现一尊昆族神魔 周身魔气滔天 赫然是那尊昆神的声音之中 带着魔性 侵入他们的石海 要坏他们的道行 这是什么的手段 昆族是魔族制造出的生物 修炼的也是魔道 这尊昆神 正是用魔族的魔鹰神通 借魔鹰来除掉它们 方剑阁冷哼一声 石海中剑气黄黄 将那尊弥漫魔气的昆神虚影 清扫一空 炼化在神剑的剑气之中 孤弘子是海中妖神坐镇 轻而易举 便将昆神虚影炼成灰烬 丘吉尔观想女娲 那昆神虚影顿时冰雪消融 化作一道青烟 而左向生世海中 万年火种熊熊燃烧 滋拉一声 便将这尊昆神虚影烧成灰烬 只有田延宗 没有这等机缘 石海中的那尊昆神虚影 越来越壮大 轻染他的元神 神魂 田师兄 看我眼睛 忠越突然站在田延宗面前 与田延宗四目相对 田延宗大叫 双眼之中 已经有魔气一出 化作昆虫的利涨 忠越两只眼睛中 左眼如同一轮大日 右眼如同一轮明月 阴阳二气飞出 钻入他的双眼之中 田延宗石海中 顿时一轮熊熊燃烧的纯阳大日 一轮皎节生辉的纯阴明月 日月当空 向那昆神虚影照去 将昆神虚影链成飞灰 田延宗大汗淋漓 松了口气 小东西 居然破我魔音 那昆神虚影再次响起 突然朱间神族的扫地老者出手 向空中轰去 一声闷横传来 只见空中壁血洒下 壁油油的昆神之血落地 便熊熊燃烧 老东西 待会我必然杀你 那尊昆神所料不及 被朱间神族的扫地老者中创 声音距离他们越来越远 显然是不打算继续试探 继续前进 严摩河催促道 这条地下通道极为优深 深入地底地壳 走了不知多远多深 只见前方越来越宽广 地底巨大的神像耸立 屹立在通道两旁 一尊尊神像都有万丈之高 神态宫颈 半跪在地 昆族的神像 居然跪在地上 似乎在叩拜什么存在 奇怪 怎么只有两拨试探 一尊神明纳闷道 不应该啊 按理来说 这些昆族应该前仆后继 不断试探我们的底细 不会如此轻易 便让我们来到这里才对 除非通道深处 阴风阵阵 突然一个声音倾笑道 除非 我们在等你们前来 诸位 欢迎来到母皇殿 第零507章 大忌神 这个声音充满了魔性 好像说出这话的 不是一尊昆族的神明 而是一尊纯正的 魔族魔神一般 不好玩了 天魔妃小声嘀咕道 现在神魔都跳了出来 没有我们的份儿 有些不好玩了 其他炼气时面色凝重 浑然没有他这般开朗的心态 母皇殿 仅听这个名字便知道 绝对不是什么好地方 昆族以母皇为尊 他们现在来到母皇殿 恐怕便是有来无回的结局了 他们前方 阴云惨淡 昏昏 暗暗 妹妹 突然因会支气散开 只见成排成排的 昆神雕塑并列 跪伏下来 一根根黑色的石柱 倒旋而下 上粗下戏 黑色石柱撑起上方的地壳 上面遍布奇异的纹理 又如魔族的魔纹 也有许多其他晦色的纹路 应该是昆族自己的图腾纹 岩浆在纹理中流淌 弥漫熊熊热力 让石柱上的图腾纹石不时亮起 而这些黑石柱穿破地表的地方 应该是一座座火山 这是一座浩瀚的地底祭坛 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他们眼前 这座祭坛 是由无数的尸骨铺就 地面上各种种族的 累累白骨堆积交错 数不清的头骨 组成一种种奇特的花纹 以头骨为砖 铺了方圆千百里地 这些尸骨 依旧弥漫着强者的气息 应该是昆族这一路上吃掉的 星球上面的炼气室的尸骨 其中甚至还有不少尸骨 弥漫神魔之威 赫然是一尊尊 被昆族斩杀 吃掉的神魔之骨 百骨祭坛 万族百骨 堆咎的庞大祭坛 这座祭坛实在太大 黑石柱与昆神雕像 构成祭坛的阵法变化 而那道母皇口气 形成的通道一直延伸 穿过这座灰弘祭坛 在祭坛的中央停下 钟月等人看去 只见祭坛的中央 是一座神殿 骷髅神殿 一颗巨大的骷髅脑袋 扣在那里 与波寻之手 几乎一般大小 母皇的脑袋 昆族将母皇脑袋 当成了神殿 昆族最为神圣的场所 神殿前的祭坛上 黑压压无数昆族强者毅力 千奇百怪 气势滔天 而在神殿的殿下 一尊尊昆族的神明 散发出滚滚的魔威 这些昆神的肉身 已经彻底化作神经 如同最为完美的铠甲 护住他们的元神 有的金光灿灿 有的泛着古铜色光芒 有的泛着青铜色光芒 还有的则是七彩神经炼旧 甚至 中月还看到有一尊母神 应该是吞噬月河 将月河炼成一身的银甲 月光如水 从那尊母神体内一出 岩魔喝 蛇温举和白云苍等神墨眼角 都是乱跳 那母皇殿中 赫然有百世尊母神和昆神 咦 母皇殿里有很多头昆神 只是没有母皇 难道我猜错了 不是母皇破解的白猴封印 没有神猴的战力 怎么可能破解掉白猴的封印 嗯 这里面还有一尊神 不是昆族 星火突然道 奇怪 怎么其他种族的神魔 混在昆神之中 母皇殿中 有一尊神 不是昆族 中月呆了呆 师生道 怎么可能 昆族无所不吃 什么种族能够混到昆族中 而不被发现 不知道 星火摇头道 这尊神的气息很奇怪 与昆族一模一样 几乎无法察觉出异状 不过他的血统 却不是昆族 虽然他竭力掩盖 但是血统 还是流露出一丝气息 这股气息有些奇怪 很熟悉的气息 难道是昆族 与其他种族的混血 中月只觉不可思议 纳闷道 其他种族也能与昆族 嗯 生孩子吗 自然可以 星火眼睛一亮 屁股后面的尾巴 又翘了起来 蛊惑道 昆族中的母虫一族 也分为许多品种 有的专门负责生产 有的则专门负责谋略 母虫族与希望母族一样 都是母的 其中有些种类 魔族制造它们时 是按照魔女的形态制造 你看天魔妃 那小母牛美不美 母虫中有不少女子 便不比天魔妃逊色 只是肉身的构建稍有不同 别有一番滋味 而且生产起来 一生一大窝 比希望母族的女子 有用多了 希望母族的女子 只要生产 便会生产出希望母族 屁用都没有 我告诉你 有那么几代传承者 就曾与母虫族的女子交配过 中月听着历代 星火传承者的黑历史 心中一阵无语 过了片刻道 然后呢 然后他们成名之后 这件事就变成了 他们一生的污点 被嘲笑一声 星火有些心虚道 不过 他们毕竟是年轻的雄性 好奇心中 年轻的时候 犯点错也是有情可原 你与他们不同 他们是好奇 你是为了繁衍种族 中月下定决心 坚决不能听 这朵小火苗的蛊惑 绝对不能与昆族特别是母虫族 牵扯到任何关系 一定做到管好裤腰带这件事 不能有任何马虎 星火 是母皇殿中的哪尊神 中月询问道 星火借助他的双眼看去 摇头道 你的双眼尚未完全练成福西神眼 用你的第三神眼 我可以看得更清楚 中月张开眉心第三神眼 星火透过神眼扫向母皇殿 突然目光落在那尊 月和神甲的母神身上 叫道 就是他 中月也看到那尊母神 只见那尊母神面容娇好 有着不须于秋剑 赤血的容貌 但是肉身结构 却与人族 神族有着很大的区别 他的身后竖着蜻蜓翼 透明而轻薄 上面烙印着各种奇异的金黄色 图腾纹路 而且 他的脚也有些不同 脚趾是虫的脚趾 节肢状 只有身躯才是魔女的身躯 很是妖娆 配上脸蛋 可以说明媚动人 只是那脚趾有些圣人 那尊母神似乎感应到他的目光 立刻向他看来 突然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精神力波动一下 应该是心头震惊 怎么可能 星火突然在中月的尸海中跳了起来 叫道 怎么可能 错了 一定是我感应错了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怎么了 中月连忙问道 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 这朵小火苗 在中月的尸海中飞来飞去 既是震惊又是欣喜 还有些惶恐不安 中月连声询问 这朵小火苗 还是窜来窜去 陷入暴走之中 没有理会他的询问 一定是假的 我感应错了 一定是假的 心火嘀嘀咕咕 神神叨叨 中月微微皱眉 突然 只听后方的一尊神明报喝道 退 祖姓的十多尊神魔立刻暴退 原路返回 向通道外冲去 止于中月等各族练气势 则干脆利索地被他们丢下 中月等人心中一片冰凉 他们前方 黑压压一片的昆族强者 如同潮水般向他们涌来 这些昆族可不是普通的昆族 其中大多数都是黄金王族 更有不少母虫族 哈哈 祖姓的神魔 你们来到母皇殿 还想走吗 母神殿中 霸道狂暴的气息冲天而起 一头头昆旋 扑拉拉震动昆赤殿 一般射出 像炎魔喝等神魔杀去 这次 母神大忌神定下计策 将你们引到此地 便是为了 将你们一网打尽 削弱祖姓的实力 探明祖姓的虚实 一头黄金王族的昆旋 形如楼孤 黑漆漆飞行 远看如同飞在半空中的两口棺材 扑向一尊祖姓神明 乖笑道 而且 大忌神 还要用你们的性命 来血迹母皇殿 让母皇的灵从虚空中降临 复活过来 铲凭祖姓上的一切抵抗力量 另一头千足乌公模样的昆神 飞速迈开腿脚 长达数百丈的细细腿脚 穿透大地 甚至将脚下的几十头昆族强者 钉死在尖角上 尖叫道 你们还是留下来 变成我昆族的粮食罢 诸多昆神 母神 扑向那十几尊祖星神魔 而地面上 钟月等炼气室 则被无数昆族强者淹没 无数昆族强者冲来 钟月等人 如同黑色怒潮中的一片片树叶 飘摇不定 煞时间 便有不知多少炼气室死亡 红龙 方剑隔继起神剑 剑如柱 四面八方横扫 所过之处 残枝断壁纷飞 孤红子继起神灵 张开大口吹去 妖火熊熊燃烧 烧空一大片 丘吉尔记起越剑神镜 左相声和田延宗 也各自记起自己带来的神明之宝 杀出一片空地 众人会合 旁边的波巡 也带领天魔飞圣语飞等人杀来 立刻又有怒潮般的昆族涌来 钟月飞速取出铜灯 刷的一声将神异刀取出 报和道 诸位 随我一起 祭刀杀出去 祭刀 众人报和 原神飞出 法力不要命般向神异刀涌去 刷 这半口盛气神威滔天 突然斩下 只见刀光中无数残枝四面八方飞去 一刀斩下 数百里空空 锁过之处 昆族悉数被斩 露出一条通道 走 钟月收刀 藏入铜灯内 向外夺路而去 却在此时 他驶海中 星火突然到 那个母神也是伏羲 一个纯血伏羲少女 钟月脑中轰然 回头向那母皇殿看去 只见那位母神 端坐在母皇殿的至尊宝座之上 也在向他看来 你们是同族 星火南南道 当今世上 仅存的两个伏羲是 族人 第零五零八章 私命 钟月心中百味杂陈 收回目光 忽然四肢俱地 匍匐下来的那一刻 他身躯陡然化作 一头六目星蝉 张口大吼 蟒姑 四面八方涌来的昆族被震飞 钟月身躯一摇 化作一尊伏羲神人 尾巴游动 一幕日 一幕月 一幕中太阳神火涌出 化作火龙四下扑杀 一幕中太阴神水涌出 大水滔天 冲刷四周涌来的昆族练气势 仗剑带领众人杀了出去 从这边走 丘劲族间点动地面 地底早已有无数根须 四面八方延伸而去 一面封印地底 免得敌人从地下攻击 一面这些根须探索道路 地底四通八达 到处都是通道 不过有些通道 早已被昆族占据 人山人海 有些则防守较弱 丘劲乃是木药灵体 善于操纵植物 足间一点 无数根须从地底四下延伸 探明各个通道的虚实 立刻到 这边防守较弱 忠岳等人立刻杀入那条通道之中 方剑阁在前方开道 孤红子守住后方 免得遭到强者偷袭 忠岳身躯稍停顿 向母皇殿中的那个 身着月和神甲的母神看去 只见那女子也在向她看来 眼眸中闪着不明意义的光芒 忠岳转身 杀入通道 散去福西真身 踏着昆族的尸骨而去 明明是福西士 为何还要与昆族为伍 为什么要带领昆族 毁灭祖星 她心中不解 有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 背族人背叛的感觉 血脉上能够称得上福西神族的 忠岳所遇到的人中 风孝中没有这个资格 她的福西血脉觉醒了一成以上 但是只觉醒了神心和神骨 没有化作福西真身的能力 小轩元也没有这个资格 她体内的福西血脉觉醒了一成左右 体内更多的血脉是雷则是血脉 也无法化作福西真身 风无忌认贼做父 背叛人族 做了孝芒神族的大祭司 更是没有这个资格 而且她虽然是风氏的后人 但是她的血脉 也没有达到觉醒福西血脉的程度 最多只有23%的样子 丘吉尔修炼女娲观想图 福西士血脉也小有提升 但与风无忌不相上下 没有资格称作福西士 有这个资格的 只有中月与这个女子而已 中月觉醒了两成左右的福西血脉 而这个女子的福西血脉 却是完全觉醒 她的血脉 比中月还要高出许多 可以说是 中月至今所知所见的 唯一一个纯血的福西士 但是 这个月合神甲的福西士女子 却率领着昆族 驾驭昆星 杀向祖星 实在让她无法接受 祖星 之所以叫做祖星 因为她是福西士的起源之地 第一代福西便是出生在这里 不仅如此 历代福西士的天地 也都要回到这里 死后也要葬在这里 落叶归根 这才能被称作祖星 而作为唯一一个纯血的福西 这女子居然要率领昆星毁灭这里 中月心中的背叛感 便来自于此 有小东西要逃掉了 母皇殿中 那尊月和银甲女子身边 一尊昆神看到中月等人 居然杀出重围 冲入一条通道中 眼中不由的金光闪过 必要杀出去 将中月等人斩杀 娄仙 用不着你亲自动手 那尊母神摇头 道 只是几个小小的炼器事而已 孩儿们已经等待很久了 这种小事还是交给他们 何须你亲自出动 那尊昆神楼歇点头称是 笑道 私命尊神说的是 郡主他们已经探明 这些炼器事的虚实 布下天罗地网 跃跃欲试 也好 就让这些炼器事 成为他们的是试经时 除了中月 波寻等人逃脱之外 昆鹏神族的巨拨 龙族巨拨 和浪青云等 几位强者 也趁机杀出重围 钻入其他通道之中 趁机逃命 不过其他炼器事 便没有这么好命了 被昆族炼器事围剿 几个呼吸之间 便全军覆没 被吃成一具具白骨 此次 祖星神魔各族 共有三千多位炼器事 都是单元镜以上的强者 但是被昆族诱敌深入 只有中月等 三五十位炼器事逃脱 而且尚未能摆脱追杀 现在 真正的猎杀开始 金秀郡主等强大的王族 母虫族强者 一个个哈哈大笑 向中月等人追杀而去 诸多强者呼啸 黑鸭鸭一片如同黑云 神族魔族中的强者 是我们的 杀光他们 吃光他们 昆星地底 通道四通八达 到处都是长达 数十里数百里的洞穴 昆族像蚂蚁一样 已经将这颗星球 钻得千疮百孔 每隔几百里地 洞穴便突然豁然开朗 出现一个昆族部落 或者是急镇 或者是地底城市 数不清的昆族聚集在那里 除此之外 还有一座座地底神庙 神殿 供奉着昆族的邪神之灵 香火鼎盛 诸多昆族从远处而来 膜拜朝圣 忠岳等人 在一条条通道中 急速奔行 后方追杀而来的 昆族练气势 也越来越多 如同潮水般 向他们杀去 丘吉尔族间点地 快速前进 族间所过之处 布下一重重风镜 只见那些昆族练气势 冲来时 通道中突然绿藤 荆棘疾疯狂生长 煞时间 便将通道塞得满满当当 木药灵体 善于风镜之术 丘吉尔修炼到法天境 重链九转圆丹 修为实力 也是极为恐怖 以绿藤荆棘疾风镜来 阻挡追杀者 最好不过 那些昆族 被无数绿藤死死夹在通道中 无法动弹 荆棘刺入体内 顿时鲜血喷涌 后方的昆族扑来 抱着绿藤便啃 咯吱咯吱 飞速将通道中挡路的绿藤和荆棘 啃食出一条通道 岁木岁叶纷纷落地 诸多昆族正要穿过 突然远处的丘剑重重跺脚 但见岁木岁叶陡然升起 绿色洪流顿时在通道中搅动 如同一刀绿色的龙卷风 沿着通道向后刮去 而刚才那些吃掉绿藤荆棘的昆族练骑士 体内的绿藤和荆棘 顿时刺破他们的肉身 将他们撕得粉碎 仲剑朔 大字在剑气中的种剑术之微爆发 黄豹的绿色龙卷风 如同一个巨大的锥子一般 在通道中横扫 席卷一切 将后面追杀而来的昆族 纷纷卷入龙卷风中 被木剑气撕碎 这是那个木药灵体的剑气 金秀郡主等王族母虫族追杀而至 只见绿色龙卷风向他们冲来 金秀郡主笑道 火天罡 破解他的神通 对你来说并不困难吧 简单得很 他身旁 一位周身燃起熊熊烈火的王族笑道 郡主看我如何破他的神通 这个王族上半身是魔族的肉身 下半身则是青蛙的身躯 但是却是火蛙 如同是有烈焰神经所住的肉身 很是奇特 火天罡敦服在地 猛然张口一喷 顿时火时滔天 与绿色龙卷风相碰 将丘剑的种剑术引燃 丘剑的种剑术中 无数剑气被破 轰然消散 被他以火力破去 走 金秀郡主率众纵身而起 向前急驰而去 不过路过交叉通道时 却没有追想中越等人 踏上的那条道路 而是进入另一条通道 金秀郡主奸笑 发出刺耳的叫声 各路王族听令 给我拦住他们 而在另一处 昆蓬神族的巨拨彭春 与下士的武道天师夏合二人 一路狂奔 在地底四通八达的通道中 穿行了数千里 还是没有寻到 离开地底的道路 心中不禁慌乱 突然 二人闯出一条通道 抬头看去 一座古老的城池 屹立在地底浩大的空间中 那座城池之上 一头头昆族强者站在城头 围手的昆族 浑身披挂七彩绚烂的战甲 头戴紫金罐 两条如同鞭子一样的触角 倒数在身后 斜斜垂下 哼哼 昆蓬神族与重离神族 居然能够逃到我这一路来 那昆族巨拨豁然起身 身后突然有七彩的甲翅张开 甲翅之下 是薄薄的透明蝉翼 嗡的一声 那昆族巨拨 已然从城头上消失不见 下一刻便来到彭春和夏合身边 向两人同时杀去 天牛王族 牛筋斗 送两位去死 那昆族巨拨大笑道 三位巨拨悍然出手 彭春乃是不逊于彭精益的强者 法力雄魂如海 夏合更是肉身近战的武道天师 攻击力强悍无凭 片刻之后 夏合被牛筋斗头顶两条长长触角锁住肉身 那触角乃是神经锁链 被锁住之后 任由夏合如何挣扎 也破不开这两条触角 咔嚓 牛筋斗一口咬去 将夏合脖子咬断 脑袋落地 一命呜呼 彭春脸色巨变 急忙身躯一摇 化作千里大昆 兴风作浪 顿时滔天大水涌来 将这座昆城淹没 不知多少昆族 被卷入汪洋大海之中 彭春显出原形 大黑鱼张开大口 常常一吸 但见漫天大水 连同水中的昆族 彭筒被他吸入口中 甚至连天牛王族的牛筋斗 也没有逃脱 彭春一击得手 正要收了大昆之身 化作人参鸟手的彭一神人 震翅飞去 突然脸色巨变 只见他脑壳喷得一声裂开 一只长达千丈的巨型天牛 咬破他的天灵盖 从他的脑浆中钻出来 彭春呆了呆 尸体扑倒在地 他的尸体刚刚倒下 突然间便见这条大鱼的血肉 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无数大大小小的虫子 趴在大昆的尸骨上 还在不断啃食 将他的肉身 在瞬息之间 吃得一干二净 咯咯咯咯啃啃咕骨头声传来 尖锐刺耳 让人不寒而栗 牛筋斗抓起下鹤的尸身 赛入口中 赞道 这两个神族的确美味 哼 不知道其他神族的滋味如何 孩儿们 回到我身上来 他突然听到金秀郡主刺耳的叫声 连忙身躯一摇 只见无数昆族飞起 呼啦啦落入他的翅膀之中 这头天牛正翅飞起 翅膀下藏着数以万计的昆族 飞入通道之中 而在另一处神庙前 龙族巨拨倒在血泊之中 千族王族吴军山铺在这条巨龙身上 正在吸食龙血 突然 这头千族王族也听到金秀郡主的奸笑 千族震动 如同大龙般飞行 冲入通道之中 而地上只剩下一具龙骨 而在通道中 一尊尊强大的昆族巨拨 听到笑声而走 纷纷出动 向忠越等人围追堵截而去 数量越来越多 忠越等人还在快速穿行 突然前方传来一声大笑 只见一头昆族巨拨 如同一堵肉山横在前方 高声笑道 小兔崽子们 你们也想逃脱 金沙大王在此 忠越应等人埋头杀去 孤红子神灵元神抓下 扣住金沙大王 丘吉尔无数青藤般的剑气缠绕而去 将金沙大王缠绕得结结实实 方剑阁手中神剑洞穿肉山 剑斩元神 且慢 忠越高声喝道 留他一命 天魔飞 你来炼化他 搜寻其记忆 找出逃脱之路 逃出地底 他好丑 天魔飞看着这堵肉山 很不情愿道 你怎么不炼化他 忠越眼角跳了跳 太丑了 第零五零九章 背叛 金沙大王一身本事 都未曾来得及施展出来 便直接被众人擒拿 元神也遭到重创 他其实也极为厉害 肚子里炼就了无数金沙 张口一喷 漫天金沙飞舞 沙流一动 便可将陷入沙流中的炼气室 一身金血统统细干 而且这金沙乃是神经 记起之后 还可以化作一颗颗星辰杂下 很少有对手 能够挡住他的一击 怎料 顾弘子 方剑阁等人 根本不给他任何施展的机会 一个照面 便将他重创擒拿 连拿手绝技都来不及施展出来 这头沙虫听到中越和天魔飞 讨论他的长相 不由大怒 叫道 谁丑了 我乃是沙虫王族 最最英俊的美男子 不知道有多少女子 心仪爱慕于我 我也看不上眼 天魔飞看向这堵肉山 只见这金沙大王 肉嘟嘟 粉嫩嫩 下面粗上面细 三角形的脑袋 实在说不出的形容讨厌 而且 肉身中 似乎藏着点点金沙 愈发丑陋 快点 中越催促道 天魔飞指的硬着头皮 将这头沙虫练化 不过金沙大王毕竟是巨拨 而他的实力 只是半只脚踏入法天境的边缘而已 尚且在单元镜 想要练化金沙大王 自然是极为困难 不过他乃是炼制蛊虫的大宗师 论精妙 中越他们等人谁也不及他 而且 金沙大王被方剑阁伤到元神 又有孤弘子 丘剑等强者的镇压 他练化 这头昆族中的沙虫王族的困难 便少了许多 中越将这头金沙大王拖在头顶 迈步狂奔 天魔飞则站在金沙大王头顶 加紧练化 只见这魔族少女 取出一个宝葫芦 揭开葫芦嘴 无数细小风已飞出 相继钻入金沙大王的蹊跷之中 天魔飞双手食指跃动 揭出一个又一个法应 催动神通 他是炼化蛊虫的大行家 这种炼化手法之精妙 比中越还要超过不知多少 一路上围追堵截的昆族强者越来越多 而且无疑是弱者 几乎随便跳出来一头昆族 便是巨博级的修为 中越暂时无法出手 都是靠方剑阁 孤弘子和公子波寻等人出手 将堵截的昆族巨博击杀 咱们如何才能逃出去 吉祥非洲没道 众人面色凝重 方剑阁默默擦拭神剑 孤弘子也是沉默不语 秋剑 田延宗刚才受伤 取出神药默默服下 治疗伤势 想逃出去 实在太难了 难如登天 这里是昆族的老巢 他们的实力虽然强大 但毕竟昆族的巨博之多 数不胜数 他们能够活到 现在已经殊为不义 这些昆族强者 熟知弟弟弟理 屡次在前方堵截他们 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就算无法杀掉他们 也可以车轮大战 将他们生生耗死在此 更何况 昆族之中 也有极为可怕的炼气势 通神境界的巨博 也不在少数 甚至实力远在他们之上 突然 忠越沉生道 以笔之道 还施笔身 可以杀出去 以笔之道 方剑阁差一道 炼化更多的昆族巨博 忠越点头 导 遇到一个 炼化一个 我们身边的昆族巨博越来越多 昆族的便越来越少 用昆族巨博 去对付昆族巨博 便有机会杀出去 除非 他眼角跳了跳 除非昆神亲自出手对付我们 否则用这个办法 绝对可以逃出生天 众人眼睛一亮 纷纷向天魔妃 圣女妃和吉祥妃等女看去 剑门众人 虽然也都得到中越的传授 懂得一些炼化之法 但是远不及天魔妃等女 圣女妃摇头道 我对炼化之法 没有多少研究 吉祥妃也修炼过蛊虫 摇头道 我不如天 天魔妃还在杰力炼化金沙大王 突然松了口气 从金沙大王身上跳下来 笑道 总算将这肉衫炼化了 如今生死关头 我自然会倾囊相授 不过能否学会 则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说吧 这女魔头将自己领悟的炼化之法 倾囊相授 传给众人 中越也得到她的传授 果然比自己的天圣祭祀之法 高明了许多 另有一番精妙之处 众人 在遇到昆族巨博 便不再痛下杀手 而是竭力擎拿 炼化对方 过了不久 便有五六头昆族巨博被炼化 让他们实力大增 中越也炼化一头昆族巨博 是昆族中的王族蛇某角蛙族 形如碧绿色大蝉蝠 六条腿 长着蛇眼 眼皮上长着一对尖角 这头蛇某角蛙体型巨大 若是人力起来 便化作蛙手人身仆族四臂的怪人 实力很势不弱 公子波勋也炼化一头昆族巨博 是烈西王族 方剑阁 孤弘子 各自炼化一头昆族巨博 邱剑也炼化了一头 他们五人的实力最强 而左相生 田延宗和圣女飞等人实力较弱 炼化起来也倍加艰难 有了这些昆族巨博被他们操控 战斗自然更加顺手 众人一路势如破竹 天魔飞也从金沙大王的记忆中 搜寻出离开地底的途径 让众人不由多是松了口气 中越四下看去 突然灵光一动 道 咱们躲入这些虫子的元神秘境中 可以逃生 躲开那些昆族强者的追杀 众人都是眼睛一亮 纷纷点头乘势 当即让这些昆族巨博 展开元神秘境 众人纷纷进入其中 左相生和田延宗 没有炼化昆族巨博 但也炼化一些昆族巨头 也各自躲入昆族炼器时的元神秘境 而圣女飞等人 则纷纷躲入公子波寻 擒获的那头昆族巨博的元神秘境中 众人准备完毕 立刻催动这些昆族 沿着通道地面 急驰而去 一路上 只见到处都是关爱 诸多昆族强者严加把守 搜寻他们下落 嗡嗡嗡的虫子 在通道中飞来飞去 到处搜寻 昆族戒严了 沿进任何昆族前往地表 忠约等人来到地表附近 只差离许便可以进入地表 但是这里严加防守 诸多昆族巨博 记起昆族的神兵 催动神庙 将地面封锁 迫不得已 他们只能退下 好在他们躲藏在 昆族巨博的原神秘境中 尚未被发现 去昆星背面 孤红子突然传音道 昆族防得住昆星这边 昆星背面 可能没有这么严密的防守 众人当即折到返回 向昆星背面而去 轰隆 地底传来恐怖的悸动 神魔之威爆发 钟月等人 驾驭昆族巨博远远看去 只见三尊神魔大战 毁灭的悸动 从一条条通道中 四面八方席卷去 将通道打得坍塌 匆忙间 他们看到一尊来自西荒的神明 被两尊昆神围攻 浑身是血 依旧在苦战不休 这尊西荒神明 恐怕再劫难逃了 众人继续前行 在地下穿行了数十天之久 越来越深入地底 刚开始盘查还很多 但是越是深入 盘查便越少 昆族也越少 带到了地河 只见地河也被昆族掏空 取而代之的 是一具堪称巨无霸的 骷髅身躯 母皇肉身 这具骷髅身躯 都是神经所著 神光璀璨 将地心照亮 看得人眼花缭乱 这尊母皇肉身 绝对是一件了不得的重宝 皇级的魔神兵 众人遥望母皇肉身 那具骷髅体表的神光如炬 神威滔天 根本无法接近 奇怪 这些祖星炼器士 能够逃往何处 锦绣郡主等强者严加搜寻 始终没有 寻到忠岳等人的下落 都是不禁大皱眉头 以昆族如此严密的官房 忠岳等人 根本不可能逃过他们的关爱 就算能够穿破关爱 也会触动警报 突然 这母虫族女子 心中灵光一闪 冷笑道 将那个神族拉过来 一尊坤族强者手持铁链 迈开脚步走来 只见铁链的后端 拴着一头三手盘凹 浑身是血 游子叫道 郡主 咱们已经说好了 我投降 告诉你们祖星的布置 你们饶我一命 难道现在要反悔不成 自然不会反悔 金秀郡主笑迎迎道 浪清曰 你虽然口头上说将了 但是万一 你又背叛了我族 我岂不是亏大了 傅魂虫 过来 他换来一位昆族炼气士 只见这昆族炼气士 有形无掷 如同一头大海星 是一头牵找昆族 金秀郡主屈指一谈 只见这位昆族巨拨 钻入浪清云的脑海之中 仿佛一头大海星 贴在他的原神之上 触手上一个个吸盘 吸在他的原神体内 有了傅魂虫 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金秀郡主让那昆族强者 松开铁链 笑道 我一直在搜寻几个炼气士 却始终没有抓到他们 你能否猜出他们的下落 浪清云心知自己的性命 被他掌控在手 毕恭毕敬道 敢问郡主要寻的 那几个炼气士时 金秀郡主心念一动 精神力幻化出中越 方剑阁和孤红子等人的身形 浪清云眼睛一亮 笑道 我虽然猜不透 方剑阁和中山氏的心思 但是孤红子却是我的老对手 他的心思 我可以猜出 他若是无法穿过 郡主设下的关爱 那便会折道而返 郡主 昆心背面 你不防没有 金秀郡主恍然大悟 府长笑道 果然最了解 你们祖星炼气士的 还是你们自己 诸位 立刻与我杀到昆心背面 诸多昆族强者 蜂拥而动 呼啸穿行 金秀郡主伸手一拍 浪清云身不由己 又变成三手盘敖 金秀郡主坐在他背上 浪清云撒腿狂飙 他们是如何做到 一点蛛丝马迹也不留下的 金秀郡主问道 浪清云连忙道 我见过中山氏 精通魔道之法 曾经炼化过一个昆族巨拨 想来 他们是炼化了不少昆族 躲在昆族炼气士的 原神秘境之中 金秀郡主若有所思 赞道 祖星的神族魔族 真是狡猾 浪清云 你很不错 我很欣赏你 浪清云低眉顺眼 嘿嘿笑道 识时误者为俊杰 我越有用 郡主便越不会杀我 金秀郡主轻轻点头 很是满意 第零五一零章 诗神永花 又过了数十天之久 中越等人 距离昆星背面越来越近 昆星并不旋转 这颗星辰的背面 不被阳光照射 因此极为寒冷 居住在那里的昆族数量很少 只有一些喜欢冰寒之气的昆族 才会栖息在其中 中越等人钻出地表 放眼看去 只见一座座巨大的冰山林立 遍布昆星背面的表面 到处都是悬冰 轰隆隆 巨大的震动声传来 中越抬头寻声看去 不由呆滞 秋剑 方剑阁等人 也纷纷寻声看去 不由地瞠目 呆呆地看向空中 在他们前方的一座座冰山之中 耸立着一个圆坨坨的庞然大雾 圆滚滚的大肚子 如同一个巨大的城堡 这是一头无比庞大的昆族的身体 但是脑袋却找不到在何处 与它的肚子相连的地方 是一朵大花 共有八个大的不像化的花瓣 此刻花瓣绽放 突然开始收缩 那个圆滚滚的大肚子 旋转着收缩 而花瓣也在合拢 合并成一个巨大的圆锥形花孤朵 只见那这朵大花 和那昆族的肚子 收缩到极致时 突然只见昆族的肚子和花孤朵 又自反方向旋转 花瓣张开 向外喷出一道浑浊的光流 喷向宇宙星空 这头昆族连同那朵大花一起 高达万丈 而从花瓣中喷发出的浑浊光流 却长达万里 反推力阵的昆星背面的大地 不断抖动 震动让巨大的悬兵 从冰山上脱落下来 砸在地面上 惊天动地 钟月等人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那头无比庞大的昆族屁股后面 居然长着一朵花 对向星空 喷出浑浊光流 而在远处 还有一道道光流喷出 冲破天际 向星空中喷去 这些光流的数量 居然有数百道之多 光流破空 借着反阵力推动昆星 让昆星在宇宙星空中飞行 正是这些庞大无比的昆族 屁股后面的大花 不断喷出光流 让昆族才能在宇宙中迁徙 不断搜寻一座座有生命的星球 四处烧杀抢掠 这些昆族 一半是昆 一半是植物 它们的头颅埋在大地之中 吞噬大地的能量 而昆族的身体 制造浑浊光流 植物的身体 则向外喷出光流 化作推动昆星的动力 仅仅是数百头这样的昆族 便足以推动一颗星球 在宇宙中流浪 可见喷出的光流 是何等惊人 天魔飞 这是什么昆族 中月南南道 天魔飞也是一片茫然 摇头道 我也不曾听说过有这等昆族 中月看向蛇某角蛙 道 这头昆族是什么种子 那蛇某角蛙被它炼化 自然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道 这是狮神花永族 不能移动 只能像植物一样扎入土中 狮神花永族也是王族 只是数量极少 母黄产的卵 才能诞生出这种重用 尽管有卵在 但孵化起来极为困难 须得寻到神魔的狮身 将神魔之狮炼成狮神 然后将重用种在狮身体内 用灵液和神血魔血浇灌 才能生出来 狮神花永族 顾弘子南南道 魔族造物 创造出这等匪夷所思的昆族 想象力和创造力真是可怕 天魔妃 圣女妃等魔女心中 不禁很是开心 天魔妃得意道 这是自然 我魔族能够与神族并列 自然是厉害的紧 方剑阁淡淡道 可惜魔族虽然创造出昆族 但是昆族还是造反 反倒将魔族杀得落花流水 诸多魔女纷纷向他怒目而逝 方剑阁脸色淡然 不以为意 丘劲连忙道 诸位 若是我们将这些昆族斩杀 昆星便会丧失动力 无法前进 昆星也就不可能飞向祖星了 众人眼睛一亮 纷纷点头 不过 这些诗神花永族的体魄实在太大 绝对是巨兽级别 想要将其斩杀 恐怕也颇为不易 方剑阁立刻出手 将自己的神剑记起 向最近的一头诗神花永族斩去 他的神剑威能极为强大 让他即便面对通神镜的存在 也丝毫不惧 不过这一剑斩过 那诗神花永族的表面 只浮现出几道图腾纹 便将他这一剑之威 悉数湮灭 方剑阁微微皱眉 收剑不再进攻 孤红子也祭出自己的元神 向那诗神花永族抓去 也被这条大虫子提表的图腾纹挡下 没有伤到那头花永分毫 丘剑等人 祭起神兵斩向花永 也是同样的效果 祭刀 中月将半口神异刀取出 众人连同那六尊昆族聚播一起 再次将这口神刀祭起 神刀光芒如炬 长达几百里 向那诗神花永族斩去 一道刀光斩落 从那花永的根部切过 切入对面的山巒之中 那座冰山竟然也被刀光切透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冰山斜斜滑落 推起成片成片的土地 震得地面抖动不休 而那诗神花永族剧烈颤抖 突然歪斜 巨大的花朵 连同圆球状的身躯 从高空倒下 而花心之中 还有浑浊的光流喷涌 轰隆 这花永狠狠地砸在地上 地面震动不绝 光流竟然将前方千百里范围内的 所有冰山冰川 统统消融 光流所过之处 一切蒸发 化作一条巨大的峡谷 终于 花永彻底死亡 肚子里的浑浊光流 也渐渐消散 天哪 众人呆滞 这光流的威力可怕无比 几乎可比神兵 还好是道相的方位 不是他们这里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催动神异刀消耗极大 几乎将他们的法力消耗了一半 众人连忙取出神药服用 立刻向另一头狮神花永族奔去 带来到那头花永前 众人如法炮制 将这头花永斩杀 忠越等人一路平推过去 也遇到凶险 其中一头花永 砸向他们的方位 还好发现得及时 众人四下躲避 否则便是全军覆没的下场 十多日时间 忠越等人已经斩杀了 150多头花永巨兽 只觉昆星的速度 渐渐慢了下来 但在昆星背面 还有一两百头狮神花永族 依旧在不断喷射光流 忠越微微皱眉 他们带来的五猪神药 已经吃掉了近半 再吃的话 便会伤到神药的本源 尤其是胡三翁这根大萝卜 已经被他吃得脑门秃秃 这根大萝卜 见他又要吃自己 连忙抱头叫道 不能吃了 不能吃了 再吃的话 三龙老爷就要被吃死了 天魔妃等魔女 带来的灵丹妙药和魔灵液 也都消耗干净 没有补充 便无法快速回复修为 少了他们的相助 忠越等人催动神异刀威力 便会大减 而被他们降服炼化的 那六头昆族巨拨 此刻也法力耗尽 难以为继 我们若是全部耗尽法力 还可以斩杀三四头 狮神永花族 孤红子即便拥有滔天的法力 此刻也有些法力 皱眉道 还要再杀下去吗 忠越看向星空 现在昆星的速度 只有从前的一半左右 也就是说 昆星达到祖星的时间 被延长了一倍 还是不够 须得斩杀更多的花勇才行 只是如果继续的话 我们的法力都会被耗光 恐怕几株神药 都会被吃掉 忠越皱了皱眉头 突然取出铜灯 主位 再试一试 与我一起 催动这盏灯 众人向他手中的铜灯看去 打起精神 合力将铜灯记起 只见铜灯飞在半空 顿时空间扭曲 将一头狮神永花 收入铜灯之中 他们催动铜灯只是收花 消耗较少 记起神异刀的消耗更大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们也只是 收了十几株狮神永花 便无以为继 忠越也是法力消耗殆尽 探头向铜灯内看了一眼 只见这些 狮神永花的确强大 居然没有被灯油压死 心中暗赞一声 十六头狮神永花 足够用了 咱们走 他将铜灯收起 立刻闪身飞入 蛇某角蛙族巨拨的 原神秘境之中 那头角蛙纵跳如飞 沿着山路狂奔 众人纷纷躲入 各自降服的 昆族强者的 原神秘境之中 诸多昆族 快速向昆星 迎向太阳的那一面 急驰而去 昆族蒙混过关 骗过其他昆族的搜寻 他们刚刚离开没有多久 突然地底震动 只见数以百计的 昆族巨拨 在金秀郡主的率领下 杀出地底 诸多昆族巨拨 四下看去 不由面色如土 混账 金秀郡主看着 四下里倒下的 诸多狮神永花的尸体 脸色顿时变得铁青 他们毕竟还是迟了一步 钟月等人族 足杀了150多头狮神永花 将一半之多的花勇铲除 金秀郡主咬牙 立刻让一尊王族巨拨 去通知母皇殿 随即率众 向钟月等人追杀而去 无论他们逃到何处 都要将他们请拿 碎尸万段 不 不能碎尸万段 碎尸万段 也太便宜他们了 金秀郡主气急而笑 催动坐下的浪青云急迟 道 浪青云 你乃是盘敖 能否嗅出他们的气味 浪青云卖力奔行 谈笑道 郡主大可以放心 一切包在我身上 他们刚才显露出行迹 留下了气味 就算他们 躲在昆族的元神秘境中 我也嗅到了那些昆族的气味 他们断断然无法逃脱